所以他最後是跟我這樣子說 那這種事他說他可以強迫你儲蓄 他說你要強迫儲蓄 你不用額外付給他保險 因為你既然有保險 一定有保險費 除非你覺得你有保障的需要 要不然的話 我說你就自己存錢就好啦 你自己存錢 你六年之後拿到的利息 一定會比你做這件事情來得高 是因為通常他跟你保險 所以你就看不出來 他就跟你講 那你這樣說好 譬如說好了 你六年可能賬年利率 他跟你講年利率3%或2% 2%或2.5% 那你會想 假設不要做那麼少 3% 你想現在的通常 你一年也才1.88%剩2好了 那你一年給我3% 也沒有過了喔 好 那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呢 要去自己算 如果利率是真的3% 你去算一算 如果按照你這樣的存款 那你如果存在銀行的話 會有多少錢 那你要想 這六年的利率 他說六年平均利率是3% 可是你要想 這樣都是在平常省息嘛 所以你要去想說 那未來可能今年利率什麼都是 從1.88%變成2 然後可是這六年平均下來只會3%嗎 我可能最後平均下來的利率 可能會到3.5% 也說不定啊 所以像這樣的時候你就要去考慮 你要不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現在沒辦法跟你講說 你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每個人考慮一點不一樣 好 那我就說你怎麼去判斷 你怎麼去判斷 因為很多呢 他都跟你講說我的利率是3% 可是事實上他是用什麼 用年化的利率 就是年化的利率的意思是說 他一年復興的一次 如果他用負利率去算的話 他的利率程度不到3% 所以你自己人家告訴你的時候 你自己要先什麼 先去反推委屈 看看他講的是不是真的很延遲 好 他沒有騙你啊 可是他告訴你的 那樣的講法是一年復你一次利率 可是我剛告訴你啊 如果你做定期存款的話 是每一年復習一次 每個月復習一次 一年復你12次喔 好 所以呢 他的復習的期間長短不一樣 其實影響雖然利率是相同 但是最後影響的利息的進而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告訴你 這張為什麼好用 不在我們的書上面 對會計的這個計算或學習上 有什麼太偉大的影響 重點是在你的日常生活裡頭 會用得到這些觀念來判斷 所以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好 所以第一個 先談一下利息的問題 所以看一下133月 就是單利跟負利 好 那負利當然說一樣的利率 一樣的付款期間 但是最後的付款的金額會不相同 付款支付的利息或收到利息的金額 會不相同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先注意看 這個瞭解 所以勢力一就是在講這個單利跟負利的不同 好 那在接下來剛剛講 有一個概念裡頭 限值跟中值 我說現在的8000萬 跟40年後的8000萬一定不可同意而已 現在的8000萬也比40年之後的8000萬大很多 為什麼 物價通貨2%到3%是常態的事情 應該是說比較良性的 如果說像日本的話 所謂的通貨緊縮的意思是什麼 你是 物價是沒有上漲的 那物價上漲 溫和的上漲是有利於經濟發展的 所以日本就希望它能夠產生經濟膨脹 就是有點經濟膨脹的一個現象產生 好 所以我說現在8000萬跟40年之後的8000萬 不會一樣 最簡單的一個就是什麼 通貨膨脹就會不一樣 通貨膨脹之下就一定會早晨 它的購買力就會下降 好 所以就要討論得所謂的限值跟中值 好 現在8000萬 那我現在 假設我現在來看說我以後退休之後呢 我要能夠環遊世界 所以依現在的物價來看 我有8000萬的存款 我才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我就要去想 那我是40年之後才退休啊 那40年之後的8000萬 我要準備多少才夠我過這樣的生活呢 好 所以就是中值 40年之後的8000萬要多少錢 就是中值 好 所以現值跟中值 所以現值就是現在的價值 中值就是指你預期未來的價值 就是多少年之後 叫做中值 好 所以我們很快地看一下 什麼叫做中值 在134頁 負利中值 好 單立的金額的本金雷席案 負利即使到最後一期中值 但立的就是它的中值 好 那什麼叫做現值 好 就是現在的價值不就是現值 那如果我知道中值 我就可以推回現值 好 所以現在我們開始談 在我們的計算上面怎麼算 當時先講概念 現在我們要講它的計算是怎麼做的 這個問題兩者 VERY 一耍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咻 更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нак 休息一下